黃毓律1.29不錯對不對 但他只有一勝兩敗 一壘借外區 一壘手是有機會接的喔 是不是有球迷干擾 是不是有球迷干擾到這個球 林志勝在跟一壘一審 那個抗議 紀華文先生抗議 如果有球迷干擾的話 裁判的判定應該是自由心證 要判說如果沒有球迷干擾 這個球野手接不接得到 如果接到得好的話 應該要判出局 是有球迷干擾到嗎 沒有 沒錯 Lalabong 沒錯 是Lalabong Lalabong套到這個球了 對 套上去了 Lalabong被拉 對 那個球在Lalabong裡面 然後再釣出來 裁判 一壘審紀華文先生 後來判定是沒有就是沒有接到 現在是2號Stand 1的滿球術了 那再跟球迷說明一次 裁判如果有球迷的干擾的話 是由裁判自由心證 判定如果沒有那個Lalabong 伸出來的話 林志勝會不會接到球 如果他自由心證 他覺得他會接得到的話 那就要做判定是接殺出局 這次排名是因為球迷干擾的原因 這個球左眼方向 落在界內新車拉安打 雷包上兩名跑者 回來得分 昂孤兒陳江河上到了二雷 二雷安打兩分的打點 兄弟相對在9局下半 最後的反攻機會 現在已經追回兩分了 變成5比6 剩下1分的落後 球迷一定還想說 他這次安打他有功勞 但這是不可取的事情 對 不應該去干擾到 對 沒錯 守備球員還有機會接球的球 沒錯 那個球事實上他是伸出來的 陳江河在實力逃生了 為了這支二雷安打 好 那現在追平分了 代表追平分的陳江河在二雷 現在才一出局 換上陳薇如去帶跑 腳程比較快 沒錯 也不考慮後面如果怎樣有沒有守備什麼的 這一分看有沒有幫我先追回來 先打 好 還有一個戒外球之後 對 球迷干擾之後 接下來一個二雷安打 雖然說球迷有碰到 但是因為裁判 我剛剛特別講過裁判 他的一個判定 他就是判定就算沒有球迷干擾 林志勝也接不到那個球 才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判決 對 所以他這個是 他判定就算沒有那個干擾 林志勝也接不到 才會做出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最終的判決 三雙的代打是叫王俊傑 不過還是要呼籲球迷 盡量不要去干擾那個球 對 那個球如果不干擾 林志勝應該已經就定位了 應該接得到 沒問題 只是裁判判定他接不到 不然就會改判 就會判定是可以接下 不過裁判也要問一下 是不是他沒有看到 球迷的一個干擾 或者 教練也要出來問一下 好 盒本羅伯特 這個救援 我們 已經就定位了 鏡頭會說話 那個沒有問題 對林志勝來講這次技術OK了 這個裁判判決的原理是這樣子的喔 已經跟觀眾朋友做說明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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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